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巨蟹座是一个怎么样的星座呢?别急,听书慢慢分析深邃幻想的思想家,来自月亮女神怀抱的巨蟹,天生有一种深邃的宇宙,观隐隐散发出哲学的气息。 偶尔说,两句别人听不懂的话,也不足为奇,温顺的小海鲜,坚守原则不动摇巨蟹座就是一个特别的存在,温柔善良而又不会有失原则。 没有攻击性,却又很坚定地坚守自己的底线不动摇,拥有着矛盾综合体,难以看透的内心既高冷又热情,会专一会花心既情感丰富,也会理性满满时而疯狂时而文静 没有安全感,又渴望独立哪个才是巨蟹,全都是巨蟹啊,巨蟹恋人恋物,恋的不是过去,而是那么心静,巨蟹还特别重视家庭,与爱情同等巨蟹解释,爱人就是亲人,暧昧总比真爱多,这句话说的就是巨蟹座 但巨蟹座,还是值得你去爱的,最后,听说帅的人都关注了,你呢?最后还有一丢丢福利,加微信公众号 这一书说星座回复占卜,可以免费体验一次塔罗